这个男人可真变态 他为了生出个儿子 不惜逼迫媳妇喝童子尿 媳妇不堪侮辱拼命挣扎 可混着尿的酒还是被灌了进去 可喝了六年的童子尿 豆瓜却只生出一个女孩 这说明不是土地不够肥沃 而是胡维播下的种子不行 为了尽快生出南海 胡维就像个人形太低 不分时间场合的折腾 有时候豆瓜刚把饭端上来 阴晴不定的胡维就来了兴致 可战斗的号角刚刚吹响 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听着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豆瓜赶紧隔着窗子往外看 只一眼他就泪如雨下 因为来人正是他曾经的未婚服 原来就在几天前 土匪头子杨明远回村了 因为厌倦了刀口甜血的日子 他就想回村过安稳日子 可刚到村里 他就遇到了自己的镇长大哥 可大哥并不欢迎他 一进门就问他回来干什么 杨明远一进门就放下庄前的马带 说想开间棺材铺给自己积点应得 谁知却被大哥一口回绝 杨明远见大哥不帮自己 就自己烧了一块荒地 看着慌张赶来的大哥 他直言这块地开棺材铺吉利 如果穷人来买棺材 他一个铜板都不要 图的就是一个行善积德 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路 很快棺材铺就开张了 可因为他土匪头子的凶民在外 村里人没有一个赶去捧场 好不容易走过来一个妇人 杨明远刚想给他递洗馒头 妇人看到他却惊慌跑走了 杨明远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于是他挨家挨户去通知 你说不惯土匪 让你做个啥 不惯土匪 便离着你 村民们生怕惹怒了他 都战战兢兢地往棺材铺跑 好不容易等到村里死人了 杨明远兴冲冲地去送棺材 说第一单生意不收钱 刚到家棺材就被退了回来 为了避免得罪他 还托大哥送过来两块大羊 杨明远不缺钱 扭头就把钱丢到了乞丐碗里 没人买他的棺材 他就把父母挖出来重埋了一点 和大哥祭拜过父母后 他又问起未过门的未婚妻 得知当年自己被赶走后 豆瓜就被迫嫁给了屠夫胡为 因为生不出儿子 所以这几年过得并不好 于是他就找到胡为 想让他把豆瓜让出来 可胡为并没有答应 扬言自己并不怕他 虽然嘴上说得硬气 可他扭头就找到了李昭莲 毕竟当年是他俩陷害杨明远 一个抢走了他的未婚妻豆瓜 一个侵吞了他的家产 由于担心杨明远报复 就准备联手对付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远报复